未在赤道周边的印尼大部分属于热带雨林气候 一年四季都很炎热 再加上当地种植了许多的椰子 因此有不少的点心或者是饮料 都会以椰子为主要的食材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印尼的新住民曹寒尼 他的分享 玩龙红宝石颜色的饮料看起来相当的吸睛 仔细一看里面还有山本园和野奶洞 这个被称为椰子冰的饮料 是印尼当地相当消暑的饮品 祈福 祈福 今天介绍的饮料是椰子冰 主要成分是果冻 炼乳还有盐奶煮在一起 然后让它用冰块一片一片的让它凝固 淋上去 然后加饮料的话就是用椰子糖浆 配三粉圆 然后全部在一起就很有风味了 而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麻吉的点心 也是利用椰子为主要的食材 里面包裹了自己喜欢的馅料 料理过程和汤圆有些类似 然后外面再裹上椰丝 那个是爆酱椰子团 里面主要的材料是椰糖 然后我们做成用那个糯米粉加米粉 拿去弄面团 然后包馅 然后就像类似煮汤圆 煮好了之后就用椰子粉裹起来 就很好吃 因为今天小朋友也很爱吃巧克力 然后我有另外准备巧克力 所以他们也可以尝试 尝试他们爱的口味 然后还有印尼传统的味道 这锅冬粉 炼乳 还有椰浆 全部带在一起 然后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才开火 记得要用小火 交到台湾已经二十几年的曹涵宁 这次受到明治科技大学的邀请 来担任指导老师 交小朋友制作印尼特色小吃 推广母国的美食文化 觉得很有成就感 记者方健凯琳锦鱼新装采访报导